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说 荆州这个地方高等级的古代大墓肯定是不少啊 那么这回发现的又会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呢 按照记者提供的线索 考古人员来到了一处工业园的建筑工地上 这个地方名叫鲁家山 说是山啊 其实根本连山包都看不到 我们到现场以后 然后发现现场已经围了很多人 可惜啊 当掀开盖在地上的塑料布眼前的景象 让几位考古人员很是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眼前的这座墓啊 实在是太小了 满打满算 顶多也就两三个平方米吧 而且它还是个土坑墓 什么叫土坑墓啊 就是在地上刨个坑 把棺材放进坑里 再把土填上就完事那种墓 非常强 大有大概三十多公分吧 从木档的规模来看 它就是一个三框墓 规模比较小 级别相对比较低 古代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呢 亲人死后至少也会建一个砖式墓啊 只有实在没有办法的穷人 才会埋在这样的土坑墓里 所以一般来说 这样的墓葬都不会有太大的考古价值 没什么东西嘛 当然了 人都已经来了 考古人员呢 那也不能扭头就走啊 还是先看看再说 那么等考古人员蹲下身子 看清楚了棺木里的情形 您猜怎么着 那一个个是惊得连嘴都喝不拢 我的妈呀 这棺木里头居然躺着一具完整的雨尸 当时就是这个女士的木棺 就是棺杆 已经被推手机推到旁边去了 这个女士已经暴露在这个 就是阳光和空气之中 然后上 女士的面容啊都清晰可见 棺木里的女士身体大部分 被裹在一条被子里 只有头露在外边 只见她双眼紧闭 嘴巴微微张开 神态还挺安详自在 只有一只身在被子外头的手掌 我手指张得老大 稍微给女士增加了一点恐怖色彩 虽然不知道牧主人是哪朝哪代人 但是从棺木和女人身上的服饰来看 肯定不是现代人 至少也得有个几百年的历史 可是女士的头发皮肤肌肉 全部都保存完好 就像什么呢 像刚下葬没多久似的 我们都知道啊 人死之后 失去了生命活力的人体细胞就会坏死 而且关键是会进行自我分解 加上身体内部和外部环境当中的 各种细菌的作用用不了多久 这尸体自然就会腐烂消失 时间长了 甚至连骨头都剩不下 所以古人才会说呀 人生纵火百年 终归一剖黄土啊 那么 鲁家山这座墓的主人到底死了多久 通过对女师服饰和棺木形制的考察 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座 明末清初的墓葬 古墓葬它这个肯定就是 相对从历史年代说 是属于比较晚期的 大概明末清初这个时代的一个墓葬 明末清初 乍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远啊 可是你掐指一算 距离今天差不多也得有四百多年了 不说人啊 您到四周找找看 您身边四百多年的房子还有吗 四百多年的家具东西 身边有没有 不见得多少人身边有 对不对 那四百年前死去的人 怎么可能到今天尸身还不服呢 一座不起眼的明末小墓 却惊陷四百年不服女尸 各种金刚不坏之身的背后 究竟是藏着怎样的奥利 经典版级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 在鲁家山一座明末清初的小墓里边 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 四百年前死去的人 怎么到今天还没有腐烂呢 我这么一问 估计有观众要说了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以前节目里边 咱们可没少说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不服的古尸的故事 对不对 这话的确不假 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服的古尸 在世界各地都有过发现 不过这些尸体之所以长久不服 那都是有原因的 说到这儿 咱们不妨花点时间来补充一下 这方面的一点知识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总结 这些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服的神奇古尸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种叫冻尸 人死的时候 身体常年处于极低温度的冰原 或者高海拔地区 尸体等于一开始就放到冰箱里了 冰柜里了 自然就不容易腐烂 您看那些个攀登珠峰时 不幸遇难的登山者 他们的尸体就被长久的保留了下来 第二种叫做柔尸 这个词估计知道的观众不多 得举个例子来给您解释解释 你看那动物的皮 甭管是猪皮牛皮羊皮 剥下来之后 你要是不做任何处理就那么放着 它肯定也会像肉那样很快就腐烂掉 但是咱们穿的皮鞋皮衣什么的 全都是用动物的皮做的 放上个几年 甚至十几年 你看会烂吗 不会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做成皮鞋皮衣之前 这些动物的生皮都用酸性物质进行过技术处理 杀死了生皮里的各种细菌 消灭了生皮里的胶原分子的活性 把生皮加工成了皮革 这个过程 这个处理过程就叫做柔 格子边一个柔软的柔 至于柔湿 就是在一些富含酸性物质的沼泽地带发现的尸体 这些尸体相当于被土壤里的酸性物质给柔过一遍了 自然也就像皮革那样可以长久保存下来了 那么好 第三种是什么 这种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干湿 干湿就分两种 干湿还分两种 一种是人工干湿 著名的埃及木乃伊 那就是典型的人工干湿 那些个古埃及的贵族的尸体 之所以能够留到今天 那是下葬前 人们对尸体进行过特殊的处理 把内脏掏空 身体里的水分弄干了 然后再用香料和药材把尸体包了起来 这才几千年都不会富烂 另外一种干湿 就是自然干湿 咱们节目里边曾经讲过的 楼兰美女 还有著名的小和公主 都属于这个类型 这些个保存时间 长达三四千年的古尸 下葬的时候 并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理 之所以不服 那是因为他们被埋在了气候 炎热干燥 很少降雨的沙漠里 而且埋得不深 尸体里的水分 能够迅速被蒸发掉 而且墓葬周围恶劣的环境 让各种细菌和微生物都难以存活 尸体自然也就不易腐烂了 那么再往下就该说说 不服古尸里的第四种 也是最为神秘的一种 那就是湿湿 为什么说它神秘呢 因为之前说的动湿揉湿干湿 咱们都能很清楚地解释 它们不腐烂的奥秘所在 知道原因吗 而湿湿能够被长久地保存的原因 直到今天科学界还没有公论 最出名也最有代表性的诗诗 那得属1972年出土的 湖南长沙马王堆女士心锥 您看啊 这位已经在地下 深埋了两千多年的心锥夫人 直到今天皮肤依然是细密滑腻 甚至手脚上的纹路都清晰可见 不管怎么看 都很难想象 这具尸体是几千年前的 所以马王堆女士出土以后 那是轰动了全世界 被称之为又一个东方奇迹 为什么叫奇迹啊 那就是不符合常理 无法解释嘛 所以才叫奇迹 除了心锥夫人 咱们中国其实还出土过 其他的好几句著名的不朽诗诗 比如说连云港的林慧平 上海的杨复信 这些人都死好几百年了 可是他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也跟马王堆女士一样保存完好 但是在尸体身上 却看不到任何被处理过的痕迹 那么发现他们的地方呢 也完全不具备形成干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所以他们才会被单独列出来 成为一个最神秘的古诗类别 说了大半天了 咱们总算把不符古诗的几种类型给介绍完了 听上去好像挺简单 可是其实呢就算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我们想把一句诗绅长时间的保留 那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比如说一些领袖的遗体 虽然动用了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 可是几十年下来 这个遗体的腐烂和变质问题 还是让专家们头疼 好了言归正传 咱们还是回到荆州鲁家山的这句女诗身上来 有人可能要问了 这句历经四百年岁月的不朽的神奇女诗 究竟是刚刚说到的哪一种类型呢 按理说这个问题并不复杂 你看啊 鲁家山这个地方 一不是冰山 二不是沼泽 所以肯定不会是冻湿或者柔湿 荆州也不是沙漠 而是气候湿润的平原 所以干湿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剩下的可能就只有湿湿这一种类型了 而湿湿的形成原因前面说了 又是最为神秘最为复杂的 所以考古人员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研究它的形成原因 这天考古队把古诗连同棺木 一起运回了博物馆的恒温室 好做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 这个时候大家才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女诗的全貌 这句女诗身高大概有158公分 体型偏瘦 经过牙齿和骨盆检测 她在死的时候年纪大概在60岁左右 应该是属于正常死亡 棺木里的陪葬品数量很少 主要就是衣服和首饰 比如说头上戴的丝巾 头底下枕的枕头 那种领角形的枕头 这些东西就是很有特色的一种 女诗身上裹着一条薄棉被 上身穿了四层上衣 下身的是一条宽大的棉裤 脚下是一双做工精致的绣花 尖头黑布鞋 另外手腕上还套着一串佛珠和一个手镯 在室内清理过程中 然后我们通过那个主寸的清理衣物 然后后来我们都发现 穿了有四层衣物 然后在手腕上面 然后戴了一种有翡翠镯子 非常漂亮的翡翠镯子 那时候还是国足 然后有那种三寸金链 然后国足布啊 陪葬品的数量不多 质量也算不上高档 这跟墓葬的规模呢 倒是挺相配的 没什么钱的老百姓嘛 家里能够有什么珍宝呢 当然考古人员关心的也不是这个 而是女诗不符的秘密 按照他们最初的设想 这句女诗应该是一句诗诗啊 除了前面说的 另外还有原因 那就是荆州这个地方 并不是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东西了 早在1975年 考古人员在离鲁家山不远的凤凰山上 发现了一处西汉墓葬群 在一座编号为168的墓室里边 他们挖出了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 这可是西汉的人啊 跟马王堆女尸心追夫人 差不多同一时代 可是她的保存状况 甚至比马王堆女尸还要好 不但皮肤有弹性 毛发内脏是一应俱全 更令人惊讶的是 尸体各个部位的关节 竟然还能自如的进行弯曲 通过同时出土的竹简 我们可以知道 牧主人的名字叫做碎 是西汉文帝时期的一位五大夫 所谓五大夫呢 是一种等级比较低的贵族 这位碎大夫之所以 能够如此完好的保存2000多年 经过专家的研究和测定 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下葬前 她的尸体用酒精 进行过全身的洗浴 第二 用酒精全身消毒之后呢 她的身体上还被涂了厚厚一层的猪砂 在古代 猪砂是一种名气很大的药材 号称不死药 是王公大臣和贵族阶层特工的东西 一般的小老百姓 那用不上啊 也不让用 今天我们知道啊 猪砂吃进肚子里边 那是有毒的 但是它的防腐效果 那也是非常之好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以前咱们有一期节目讲过 河北湘河 有一个周凤辰老太太 死了之后呢 尸体没做任何的处理 也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 但是14年没有烂 后来一研究啊 发现这周老太太 生前就有常喝 猪砂水的习惯 按照考古人员的想法 鲁家山女尸 应该会和她的邻居 凤凰山西汉男尸一样 都是尸尸 可是接下来 一个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再次出现 水乡古墓出土的竟然是 400年干尸 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迹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经典团集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在研究鲁家山女尸的时候 考古人员开始都认为 这是一句诗诗 可是很快让他们震惊的情况 再次出现了 怎么呢 这句女尸 跟西汉马王堆女尸 凤凰山男尸 完全不一样 她不是诗诗 而是一句干诗 首先 咱们前面说的那些 发现诗诗的古墓 基本上都是用糯米汁 跟白糕泥混合之后 修建出来的灌浆墓 这种灌浆墓 不仅外壳坚硬 而且密封性也是相当的好 而鲁家山女尸所躺的墓葬 就是一个简单的土坑墓 并没有白糕泥 密封性呢 那就更谈不上了 其次 多数诗诗在出土的时候 比如说咱们前面说到的 新锥夫人 杨福信 林慧平 那都泡在一种来历不明的 神秘液体里边 专家把这种液体呢 称之为 关液 关液的成分 虽然各有不同 但专家们普遍认为 它对于这些尸体的保存 起到了类似于 福尔玛林液的作用 而咱们前面已经看到了 鲁家山女尸的棺木里边 很干燥 完全没有半点棺叶的影子 最后 女尸身体里边含有的水分 也远远要少于 凤凰山发现的西汉男尸 可以确定 鲁家山女尸跟 楼兰美女小河公主 她们才是一个类型 是干尸啊 那这下问题又来了 前面我们说过 能够形成干尸的地方 那都是炎热干燥 降雨稀少的沙漠地区 什么楼兰古城啊 小河墓地啊 那都是在新疆的大沙漠里边 新疆那一块的话 它可能 那个整个自然环境呢 它是一个非常干燥的一个地方 很容易就 发生那种脱水的一些情况 在我们这种 南方这种地区 像这种尸体的话 还想让它自然脱水啊 形成干尸 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咱们再来看一看 鲁家山这个地方 地处江汉平原 那跟沙漠完全不沾边啊 墓葬的边上那就是长江 墓地附近的河道池塘密布 地下水更是丰富 这样的气候和地质条件 按说无论如何 是形成不了干尸的呀 从来没有发现过 像这种干尸啊 甚至包括衣物 保存完好的这种墓葬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内 这个墓葬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 您看 在明明不可能形成干尸的地方 却发现了干尸 这该怎么去解释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有一个人一拍大腿 说出了一个想法 那么什么想法呢 原来清理鲁家山女士陪葬品的时候 就在包裹女士的窄背下边 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一块私质的方巾 方巾本身没什么特别啊 让人奇怪的是 这块方巾上写满了颜色鲜红的符号 这些符号看起来像是某种文字 但是谁也不认识 更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 后来考古队请教了文字专家才知道 方巾上的这些符号感情 是印度的古梵文 那么这些梵文写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经过翻译 方巾上写的是一整段佛教经文 经文的名字叫 大宝广伯楼阁善著秘密陀罗尼经 所以这样的方巾又被称之为陀罗尼经背 那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属于佛教当中的圣物 想当年 军阀村便因盗掘了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还打开了慈禧太后的官国 当时慈禧实体上盖的 正是一条织金陀罗尼经背 鲁家山女士身上盖的陀罗尼经背 虽然不如慈禧身上盖的那条气派啊 但是从中人们可以确定他的一个身份 这是一个金 我们推测他可能就是一个居士啊 或者是一个甚至就是一个 叫一个一个叫佛门中人吧 佛门中人可以是出家的僧尼 也可以是在家修行的居士啊 那么这个身份跟女士不符会有什么关系呢 还真可能有哦 中国古代有一种人死之后身体不坏的说法 什么呢 佛教里边说的金刚流离体 在很多寺庙里边我们都能看到 所谓的肉身菩萨呀 有的也叫全身摄理 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 就是有些个得到的高僧在元寂之后 肉身就会变成金刚流离体 能够百年不朽 甚至保持着元寂时的栩栩如生 难道说这鲁家山的女师 生前是一位道行高深的佛门弟子 死后就形成了这所谓的肉身菩萨吗 可惜女师自己不会开口说话 她即便开口说我也不敢听啊 果实里边又没有其他的陪葬品 能够证明这个墓主人性甚名谁 她是不是佛门高人 所以这种想法考古队无从下手去考证 为了寻找更为科学的线索 考古人员重返墓葬现场 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更仔细的勘察 果然 这次他们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了的细节 木坑周围有一片土 颜色明显比较浅 不光是木坑周围有大量的石灰 后来考古队员还发现在棺木的底部也有一层厚厚的生石灰 夹杂在生石灰里的还有好些个碎木炭 我们后来在棺内也发现有一些碳块 石灰这些东西 实际我们现在也经常用来作为那种干燥剂的一些制品 它可能保持棺内相对干燥 石灰和木炭那都吸水的东西 有了它们 那木室和棺材里边确实能够保持相对的干燥 但是光靠这些东西就能保证女尸400多年不腐烂吗 考古人员认为不可能 因为这些东西是很多古代大木的标配 它们只能够延缓尸体的腐烂 却无法造成干湿 于是考古队员又对女尸的肌肉内脏进行了化学检测 看这些组织的成分和普通人的有什么不同吗 这一侧 朋友们还真有不同 女尸的内脏里边发现了不少粉末状的残留物 经过检测 这是一些杜重贵皮等中药材的残留 这证明牧主人在死之前 也可能是在刚死的时候 喝下过或者说被灌下过大量的中药 可能就是平时的饮食 也相关的可能会进行一些处理 这个东西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推测 事实上我们古老而神秘的中草药 在人体保存方面也确实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在马王堆汉姆心追夫人的尸体旁边 就发现过一批香囊 香囊里装的也是桂皮杜仲 甘浆等等中药材 官业里边也有不少中草药的成分 那么这些中药材又是不是形成鲁家山干湿的主要因素呢 很遗憾 今天的换植没法告诉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鲁家山古墓的女主人 为什么会在如此湿润的地方变成干湿 是不是那些中草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专家们到现在都还在研究 但是在参考了中国历年来的各种古石研究资料之后 考古人员做出了这样的推测 首先棺木里外的石灰木炭 为女师营造了一个相对干燥的小环境 第二牧主人服用过或者死后 用了一些具有脱水作用的中草药处理过 第三鲁家山这个地方 在几百年前跟现在的地理条件有所不同 或者说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吧 共同作用造就了这具神奇的干湿 事实上众多的研究资料证明 无论是干湿 湿湿 形成的原因都不像咱们前面说的那么简单 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除了深埋 蜜蜂 防腐 药物 抗腐的棺木 具体到每一具尸体 他们死亡的原因 下葬的时间 以及当时的天气情况等等 也都可能是造就不坏精神必不可少的条件 当然当这些条件聚集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这些神奇的不符股市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